那以我所居住的麻州来讲 平均税率大概在千分之1.5 那以麻州平均房价 差不多超过50万的这个情况下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一年一个房子的税 就是7500美金 所以一间房子1500多 1600万左右 每年要缴20几万的税 对 是 所以其实很重要 当你的持有成本增加之后 你当然就不会去囤积 那另外呢 就是说台湾还有一个 就是它大部分